大家好 歡迎回到 波通好帥 觀眾也不賴 心中充滿愛 小粉紅 沒有出愛 這支影片是2022年10月份 粉紅月報下集 最近這兩週海內外網友 包括各家媒體 都很關注中共的二十大 這場會議從會前開始 就陸續傳出許多陰謀論 甚至到後來 牆內還真的發生了 被認定是有計劃過的大型騷動 今天 我們就來好好聊一下 那進入今天影片正題之前 要先感謝Surfshock VPN 與粉月贊助粉紅月報這個單元 使用Surfshock VPN 就像上網時穿上盔甲 能夠保護你的網路影視安全 避免被駭客竊取資料 網路購物時 也能不用擔心信用卡資訊會外洩 除此之外 它同時還是個追劇好幫手 像是有許多網站 會限制自己的國家地區用戶使用 但使用Surfshock 只需要一個按鍵 就能將IP地址更改為其他國家地區 讓你自由進出那些被限制的串流媒體服務 能看到不同國家的Netflix資料庫 或是特定地區才能看到YouTube影片 本期粉紅月報的限時優惠 即日起到11月11號為止 使用下方影片說明欄位的連結 或使用我的優惠代碼 有別於以往的17折優惠 現在訂購兩年方案 即可享有15折 這個月限定啦 更優惠啦 而且一樣有多送免費3個月使用喔 以及購買後30天內 若用起來覺得不滿意 還可以跟Surfshock的客服 進行無條件退款 超級佛心 CP值超高的Surfshock VPN 推薦給各位 Yeah OK 那我們繼續 這邊啊 我陸續查證了許多相關的資料以及事件 今天就帶各位一起來看看 中共二十大有哪些暖心的故事發生 怕有些觀眾可能不清楚這個會議是要幹嘛的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是粉紅觀察專家 因此這邊我還是簡單快速的說明一下 中共二十大全名是 中國共產黨第24全國代表大會 俗稱中共二十大會議 這場會議啊 牆內每5年召開一次 會聚集牆內當前那些最有權勢的鐮刀使者 韭菜收割專家 簡稱中共高層 找他們大家一起來開會 進取總書記的報告 總之二十大的重點流程就是先聽習總吹牛 接著進行牆內的中央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簡稱一中全會 來選出中委會以及中紀委 這些剛選出來的中央委員 隔天會再接著開會 再陸續選出政治局委員 以及權力更高的常務委員 包括下一屆總書記在內 說到這邊 可能有一些粉紅已經高潮了 還說我們沒有選舉 可能會在那邊說 你看我們牆內也是有選舉的嘛 總書記也是選出來的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先別著急 粉紅們你就問問自己 投過票沒有 這樣的話其實答案你自己就知道了 前面聽我這樣講 好像中共的權力結構啊 是由下往上授權的 但事實上 這些只是過場 權力結構 實際上也不是由下往上 而是由上往下的 就跟你看北韓 一樣也有安排過場選舉 但票都已經幫你蓋好要投給誰了 所以永遠都是金家的人當選 跟那差不多意思 高層的掌權者 事前就已經安排好底層的奴才 會有誰來擔任了 你如果沒有關係的話 還沒辦法當奴才啊 你只能當韭菜 那會安排誰 當然就是安排自己人囉 所以我說共黨整個都是既得利益者 他們是利益共同體 就是這樣 我這邊大概說一下他們這個結構 強國的共產黨員 一共有9671萬多人 然後從這之中再安排2296位黨代表來開會 甚至包括了所謂的一些台灣省代表 但這些中共安排的台灣省代表 並不是真正住在台灣的台灣人 都是拿著中共國護照的 大多都是一些跟著他上一輩 過去定居強國的台二代台三代 有許多甚至都不是在台灣出生的 意思就是他從小就是強國人 唯一裡面有一位北谷家叫盧麗安 他就真的是從小是台灣出生 而且還是高雄七三人 麻的丟我們七三人的臉 查資料時看到有夠不爽的 不過這位也已經被台灣政府取消國籍了 目前他是中共籍 反正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 完成跟台灣無關的人來代表台灣 講白臉就是又在吃台灣豆腐 又在意義 中共這麼會幻想 那怎麼不乾脆世界各國都派個代表好了 美國也派個代表啊 日本也派個代表啊 那麼話再說回來 從剛剛那些2296名黨代表中 會再跳出400名中央委員 接著再選出18名政治局委員 然後再選出7名政治局常委 最後再跳出一位總書記 那以上聽完 大家都應該已經了解 中共二次大會議到底在幹嘛了 其實在我拍這支影片的時候啊 中共二次大會議還沒有開完 不過我個人認為是沒有懸念 總書記一定是習總三連任 因為種種跡象顯示 他沒有像過往歷任的中共領導人 安排接班人 而且大家別忘了 習總在2018年的時候修憲 改掉中共國家主席不得無限期連任的規定 所以我才說應該是沒有什麼懸念啊 那我個人就在這邊直接攻擊習總三連任了 不愧要是發生什麼意外我判斷錯了 那之後我再另外拍影片來聊聊 那在了解完中共二次大是什麼樣類型的 半家加酒活動之後 緊接著帶各位來看一下 中共二次大期間發生的暖心故事 首先是在中共二次大召開的時候 台灣的國民黨沒有在演了 直接發賀電慶祝中共二次大 我看到這新聞啊 真的是無奈到笑出來 中共二次大這場會議裡面 習總就直接說他不放棄武統了 面對一個放話恐嚇你國家的流氓政權 你發賀電祝他順利 啊這什麼意思 要幫其他的台灣政黨助選 也不用這樣吧 他在那邊說什麼 這是國民黨的慣例 原來跟敵人祝賀叫做慣例 難怪當初中華民國領土丟了一大片 欸共產黨騙就是你國民黨的慣例啊 事後還被中共官媒變相羞辱說 這是台灣地區有關政黨祝賀中共二次大 來否定你的國家主權 可憐啦 反觀強烈有些覺醒的中國勇者 這次坐不住了 在中共二次大會議召開之前 直接上北京拉布條抗議 這邊也帶各位來看一下這段 當時路過的牆內網友所拍攝的影片 拉風扶拉風扶拉 你看個帽子 這邊也介紹一下這位勇者 他在推特上的暱稱呢 叫做彭宰州 本名是彭麗發 在行動之前 他就在推特上發了預告文 雖然是寫說16號要行動 不過他提前了三天 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文中寫的是 我們馬上要行動了 因此啊 這整起行動 可能不是他一人策劃的 那彭宰州主要做的抗議行動就是 在中共二次大會議召開前 直接跑到了北京四通橋上拉布條抗議 並且焚燒物品引人注意 一開始消息傳出來的時候 網路上有要傳說 是彭焚燒犧牲自己了 但後來根據查證 他焚燒的應該是輪胎 來製造出類似狼煙的效果 吸引眾人目光 那為什麼他會選在這邊呢 主要是因為四通橋 它是車流量很高的地方 而布條上主要的抗議訴求是說 要謊言要尊嚴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領袖要全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另一邊的橫幅則掛著 罷客罷工罷免 獨裁國賊習近平 因此當時吸引了很多人在現場圍觀 但此舉也立刻引來了公安們的圍堵 讓他被抓了 不過因為車流量很高 圍觀的民眾實在太多人了 所以這件事第一時間 牆內的網路是有傳開的 但也很快就被中共給壓了下來 同時間牆內的文字語也跟著加深 有關北京橋勇敢勇士勇者 或是致敬等等這些詞都被封了 而且只要先前有發送這些敏感詞的帳號 都被封鎖或暫停 中共還因為此事 限制牆內學生私下引印文件 要列印東西還得登記 中共就是擔心有更多的牆內中國人 要是知道這件事會出來聲援 跟彭仔粥站在一塊 進而造成不可控的連鎖反應 順帶一提 此事件也意外造出了牆內新的工作機會 堪喬人 第一天320塊管吃住帳篷 至少幹15天 這個壓制封鎖的手段真的是蠻徹底的 也因此事發至今沒有人知道彭仔粥的下落如何 牆內不管是網路還是現實中 各種審查封鎖 在牆內現在完全查不到四通橋事件 我在想彭仔粥自己也知道 他這次行動之後 凶多吉少 但他還是義無反覆的做了這件事 而他本人最後的發聲 則是利用了Twitter的排程功能 就是先寫好貼文 設定好時間 時間到了會自動發文那種 那在他被抓了之後 系統有自動發了一則貼文寫到 余智利國民革命凡40年 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基40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 必須喚起民眾 即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主 共同奮鬥 孫文 是引用了孫中山的遺囑 我覺得他是真的很勇敢 但想想也讓人覺得很悲哀 因為中共 他現在就是已經完全掌握了牆內所有發聲管道 所以這事件在牆內很快就被壓了下來 目前能聲援他的 都是牆外像我這種 消防眼中的境外勢力 牆內完全沒有半家媒體敢報導這件事 反倒是其他國家 美國、德國、日本、韓國、台灣 都有報導 遠然是楚門的世界 而同樣是在北京一樣也有人拉布條 但是下場卻天差地遠 因為他拉的是這個 這邊我個人向蓬仔洲之敬 雖然橋上那人感動了我 但我目前還是沒辦法鼓勵 牆內的觀眾們學他去拉布條 因為我知道我的頻道上 真的是有一些從牆內翻出來看我影片的觀眾 我這邊在說我不是消防 是在說那些比較清醒的觀眾 那些有是非觀的中國網友 基於人生的安全考量 我沒辦法對這部分的觀眾說 鼓勵他們去學蓬仔洲的話 不小心可能真的會害到他們 只能先建議你們能跑就跑 能論就論 幫忙分享消息 幫忙把影片真相傳播出去 讓這件事不至於在牆內一樣 被審查消失 看到這位勇者作為啊 我也思考一下 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台灣的話 會怎麼樣 我估計現場應該會有很多台灣記者去採訪 然後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最後呢 警察就會出來開單 叫他東西收一收 趕快下高架道路 畢竟太危險 後續可能會有一些政治人物 有一些名嘴會出來講 出來討論 我想了一下如果發生在台灣啊 事情大概就是這樣 但重要的是這個人他不會被消失 他的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 這是我預計牆外的情況 但遺憾的是 鳳仔洲他在牆內 因此我是認為很難再有下文 不過後續要是還有傳出最新的消息 查證後我會再拍影片整理給各位 今年真的是學到了不少 我們看見烏克蘭人奮戰抗敵 但他們國家一樣存在著部分 親俄人士 我們看到了強國粉紅的低能 看到他們到處出征被世界唾棄 但牆內依然也有存在著 像鳳仔洲這樣清醒的人士 結果這些事件我覺得都是我們台灣人很好的省私機會 因為我們也不例外 多數台灣人反共反獨裁 但台灣依然也是存在著 而且中共的認知作戰 各種假資訊 依然在攻擊著台灣 想讓台灣出現更多的投降主義者 想讓台灣人望智菲薄 因此我們必須要學會辨別是非啊 要有邏輯 要有媒體試圖的能力 不要被一些假消息給騙了 不要被流氓政權給帶偏了 大家要共勉之 那看完彭仔洲之後 接著我們來看一些有關中共二世大影片以及照片 首先帶各位來關心一下其他牆內粉紅的暖性行為 結婚不著急的 先著急看二十大 結婚大喜 就是搭配習總的二十大會議 這精神狀態令人比酸 牆內網路二世大期間流傳著眾多各行各業 擺拍看習總說話的照片 像是大白 防疫人員也得看 醫護人員也得看 就算你是病人 你躺在病床上也得強迫你看 其他四肢健全的就更不用說了 從小學生到大學生都被規定要看習總說話 其他還有像是村民啦 公司上班族啦 甚至連和尚也得跟著看 習總不愧是牆內唯一信仰 這真的是太魔幻了你知道嗎 他荒謬到讓人啼笑皆非 看到這邊大家應該就好奇了 習總到底在二世大說了什麼呢 牆內這麼多人在看 真的這麼好看嗎 那我事前也稍微看了一下 看不知道 一看嚇一跳 這邊直接在各位來看一下這個暖心片段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江山 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 看完上面這段習總在二世大演講的片段 這邊請讓我來問各位觀眾朋友們一個問題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打江山 根據這段習總二世大的演講 請問中共帶領人民打江山 這話當中的江山指的是什麼 江山 人民 中共 以上皆非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方作答 這說習總是不知道這些話連起來說得很怪是不是 雖然中共的確很擅長利用人民鬥人民 那這回究竟是說溜了嘴 還是吃了誠實鬥沙包我不清楚 那我們就先知道這句子的邏輯 如果江山就是人民 那這整段話的意思不就在說 打江山等於打人民嗎 然後現場的人聽完還跟著拍手是怎麼意思 被打傻的意思 強國最高領袖習總說這種自相矛盾的話 還是看著稿讀出來的 厲害了 同時我也發現這類似的話 其實去年六月習總就說過了 感覺中共內部負責寫稿給習總的 應該是直接複製貼上吧 雖然習總看起來也沒有發現就是了 但畢竟就像我前面說的嘛 這次走過場 台下有沒有人在聽 不重要 突然想到也難怪中共戰狼外交部 每次拍字都那幾句 或許這就是中共固有的官場文化吧 那今天影片後半段呢 這集我就先不送粉紅們祝福了 我想帶各位一起來看一段 彭宰周他寫給牆內全國人民的信 這信件的全部內容其實還蠻長的 完整的內容呢 你Google可以找到 那我這邊就只挑兩段重點來分享給大家 在這裡我們想對全國同胞說 軍人同胞們 你們是人民軍隊 不是獨裁者的打手 遠景同胞們 你們是人民遠景 不是獨裁者的保安 黨員同胞們 你們是共產黨的主人 不是獨裁者的黨奴 不要做獨裁者的幫兇 媒體同胞們 你們的責任是監督政府 傳播普世價值 不是為權貴唱讚歌的喉舌 失業破產的同胞們 你們本可以自食其力 不應成為習近平治國無能的犧牲品 企業家同胞們 你們是創造價值的納稅人 不是任權貴宰割的湯生肉 公務員同胞們 你們是為人民服務的公譜 不是獨裁者的監工 大學生同胞們 你們是祖國的未來 不是獨裁者培養的家丁 知識分子同胞們 你們是傳播科學文化知識的原丁 不是為獨裁者洗腦的工具 全體同胞們 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人 如果我們沈默 那麼我們所有人 都將成為獨裁者的奴隸 為了可以投票競選 為了公平正義 為了自由民主 為了我們自己 更為了我們子孫後代的幸福 讓我們來一場新的護國運動 我們可以罷克和平抗議 我們可以罷工和平抗議 我們要一氣呵成 罷免獨裁者習近平 我們要直接選舉一個沒有謊言 受公民監督 可以被彈劾的新主席 我們必須生活在一個沒有奴役的社會裡 讓我們一起行動起來吧 走向天安門 走進中南海 在此強烈呼籲軍人和原警同胞們 希望你們像蔡厄 李烈君 唐濟瑶等 討伐竊國大賊 袁世凱一樣勇敢 不要助紂為怨 不要為獨裁者賣命 不要為獨裁者黨炮灰 作為一名軍人 效忠的是憲法 是全體公民 並不是某個黨或者某個人 如果對黨效忠 那就是黨衛軍 如果對個人效忠 那就是打手 當今世界 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軍隊都不會效忠於一個黨派或者個人 試想 如果美國軍隊只對民主黨效忠 意味著民主黨指揮槍 那麼他們就會立刻把槍口對準共和黨 馬上變成一黨專制社會 既然民主黨的槍桿子可以對準共和黨 也就可以對準任何其他反對黨 也就可以對準任何持不同政見的其他公民 那麼美國的民主瞬間消失 再如果美國軍隊效忠拜登 那麼美國瞬間就變成了拜登藝人獨裁社會 同樣 韓國總統輪流換軍隊效忠憲法永不變 正是因為朝鮮軍隊絕對效忠於金正恩 軍隊必然充當了金正恩的打手 才有了金氏家族世襲奴役朝鮮人民的力量 然後為什麼我臨時要改成來分享這封信 因為我前面在查證看相關資料的時候 讀到他寫的這個信我覺得很感動 他真的比牆內其他粉紅清醒太多了 後來我有留意到Twitter上有網友貼了彭仔粥的生活照 表示彭仔粥並不是牆內那種貧困走投無路的人 他是有穩定的工作也有自己的家庭 他大可繼續工作多存點錢 之後等待機會帶老婆小孩逃出牆內 可他卻選擇為了他的國家 為了中國而不是為了中共 貿著生命危險為了大義站上四通橋 正必高呼希望牆內清醒的大眾團結一致 也讓牆外的人知道牆內也是有清醒的中國人 他試著為混沌著牆內世界帶來一絲希望 雖然不確定像他那樣的人在牆內勢多還是少 不過要是剛好你也是那樣的人 然後又剛好翻牆過來看我的影片 希望你不要熄滅自己心中那希望的果苗 保持理智保持憤怒 短時間或許不一定有機會 但不要放棄 因為能救你們的人只有自己 當然如果能先逃出去等待時機也是不錯 那今天後半段呢 特別送一點不一樣的祝福 祝福牆內所有的棚仔粥 你們可以眾志成城 不論是共產社會還是民主社會 人類都是群居動物 社會的運作都是基於共識 我們從中共迅速打到此事件封鎖住的關鍵詞 從他們壓抑牆內的人民就不難看出 中共真的很害怕牆內的人民聚在一起形成共識 那既然他們會害怕就說明了彭仔粥他做的是有用的 其實就算不管中共二次大怎麼樣 不管習總他下台與否 不管他連三任還是連五任 只要中共這個體制沒有改變 牆內就沒有改革的一天 像我先前說的 共產黨裡面所有人都是既得利者 他們是利益共同體 他們所有人都在同一條船上享用著名子名膏 台灣人常會說自己的國家自己就有 這邊我也將這句話分享給所有 牆內清醒的彭仔粥 分享給所有清醒的中國網友 加油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感謝SurfShok對這個單元的支持 提醒各位在留言區的部分 我會放上折扣碼給大家使用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點選連結 我是波同好帥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加訂閱 另外我也開啟我YouTube頻道會員功能 希望各位加入給我支持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